钟瑶成新女性代表,再演一次想挑战年轻妈妈角色。 好评不断的周五华剧《资的时代金》,13日,播出最终回,被呼应观众支持特别延长播出2小时版本,让观众一次看得够。 堪称华剧最俗配子弟恋钟瑶与小月在戏里爱得浓烈,但感情却波折不断,在《资的时代》最新预告中钟瑶发现自己怀孕了,而小月却刚好在这个时候选择出国念书,这对差8岁的子弟恋今晚结局发展也格外让戏迷相当关注。 戏外粉丝讨论的沸沸扬扬,钟瑶也透露,一拿到最终回剧本,就迫不及待打开,看完果然非常满意。 她认为所有的故事都没有最完美的结局,但这个结局可以代表现代女性对婚姻,事业,爱情,生活想要的方向,也能有更多的选择,有更多的想法。 演出周凯婷的经验,对钟瑶来说也有很大影响,当生活遇到一些很累或不顺遂的时候,看看周凯婷这个角色,会给我人生很多勇气与力量,我想周凯婷尊是我一个正向的偶像。 周凯婷也提到,如果让她再挑其他角色演出,会像尝试潘慧如这个年纪轻轻就结婚生子却遭婚变的角色,感觉会很有挑战,也很好奇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。 自的时代开播以来创造不少话题,吸引很多原本不看偶像剧的上班族女性都开始追起,让许多女性观众产生极大共鸣,每集都能引起话题。 但钟瑶却想跟大家说,不希望大家用很直接的方式去定义,此,生活中的三十至四十的女性两貌有很多种,要自己去决定自己的人生。 剧中的钟瑶、朱志宁、潘慧如只是演出其中三种类型。 出了最俗配子弟恋到底能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,在网络热度不断地攀慧如跟李韵庆的玩咖啡皮皮能不能顺利在一起,而朱志宁终于在这段一夫二妻的扭曲爱情中醒悟,展开大老婆的反击,她与吴定谦会不会离婚? 所有精彩剧情都在今晚最终回,也让观众相当期待。